居不残留 最绝望的时候 妈妈也曾想过 带着姨美一起离开这个世界 可是看着强保中可爱的女儿 妈妈又割舍不下 最终 母爱的力量战胜了母亲 妈妈收起了背后 决定自己去教女儿 她辞掉了工作 把全部信息放到女儿的身上 我当时是真的想 教她去识字吧 然后将来起码我耳朵听不见 我不会说我不会听 但是我可以从书本上学很多东西 然后我就开始教她识字 几岁 一岁半 一岁半就像这样 但是刚开始教的时候 我就把羊贴一个 在我家的门子上 然后我就每天跟她念 羊羊羊羊 每天念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学会 当时也没有目标 就是羊羊羊 后来无形中发现 她一看到我的指说 羊的时候她就去指那个羊 就让你自己也很意外 对 当她读懂这个时候 我可惊讶了 我一下增加了很多信心 然后我到了公园之后 她刚学会第一次玩歌的时候 我就带她 我说你给这个爷爷表演一下 让她先给大爷大妈们表演 他们听不懂 他们不会不理她呀 对 耐心的跟她说 然后慢慢她 她跟他们有了接触了 然后逐步逐步的 然后才跟小朋友去说话 几岁了 你要跟小朋友能说话 小朋友说话 就是三岁去了幼儿园之后 然后就开始告诉老师 老师要注意她一下 那都跟小朋友说话 老师也都特别好 就让她就跟小朋友交流 一开始小朋友 有点不太能啥 跟她交流 因为小朋友她不会觉得 因为人家小嘛 人家还觉得听不懂她说 然后我告诉她 不管她理不理你 你去理她 你理她 她就喜欢你 然后你慢慢慢慢 就和她是好朋友了 她慢慢她就自己也去做 这个妈妈非常有办法 她可能知道 如果让孩子最初 把大量的活动 建立在和小朋友之间 也许她会可能得到很多嘲笑 但是妈妈让小姨美 更多的和老人接触 因为妈妈知道 老人更能以一种 善意的方式对待孩子 而对一个残障的孩子来说 她的自恋 对自己的爱 需要更多的滋养 当这种自恋 这种自爱 能够比较充分地 发展出来的时候 她可以更好地 和小朋友交往 即使受到一些 小朋友的不理解 乃至嘲笑和讥讽 对于这样一个 自恋已经发展出来的孩子来说 她可以耐受的 对 其实我当时不懂 这是无意中的 当然 做妈妈是不需要学习 母爱这种天性 可以驱使妈妈 以最适合孩子这种方式 来和她建立联系 对 她要建立一种本能 这是母亲的本能 当然 这种本能 每个母亲都有 可是并不是每个母亲 都能那么 充分地表现出来 对 我们看到 义美妈妈实际上 她非常高效地表现出来 正是出于这种母爱的本能 义美的妈妈 对丧失听力的女儿 从说一个字开始交情 慢慢地 女儿学会了说一个词 一句话